再来看到在海内外相当受到欢迎的 谈花星节目 康熙来了今天庆祝开播10周年 制作人赞人雄爆料说 第一次录影之后 蔡康永和小S一度因为不仅太阳春 打退堂鼓说不想录了 康熙来了今天在棚内欢庆10周年纪念 主持人蔡康永跟小S说 在人生最辉煌的10年 能够跟彼此相处在一起 把一个谈花星节目连谈了10年 真的很不容易 制作人赞人雄爆料 其实10年前刚开始 找小S跟蔡康永搭档时 两人一度不想做了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跟大家讲一个想法 是10年前第一次录这个红 录完以后康永跟希丽就约我 到旁边的咖啡店说 我们可不可以不录了 他说我们觉得这个节目 我不知道怎么录 因为那时候谈花星节目 其实真的非常的晒 然后大家都在摸索 然后康永一直问我说 可不可以访问观影人 可不可以访问一些奇怪的人 然后我都说那个在数字上 可能有点冒险 那没想到这样子 一过来就10年了 然后系织总的女孩 也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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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这中间她有经历过一段时间 一直在找男朋友 那现在非常的期待 但赞人雄说的话 马上被主持人打枪说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们想到10年前 当初走到咖啡厅去说 不上路 是因为布景太烂了 我们走进摄影光的时候 布景烂到一个布景 然后我就傻掉 我就跟赞人雄说 我是不是要进座布景 然后从来不及 我们先拿这个仓库里面 就是当时人觉得好可怕 坐不下去 就是他们俩赞访 后来把它解决了 康熙这10年来 一直开放媒体进棚采访 但小S自从三个月前 发生胖达人事件 已经关闭大门 不让媒体接触 现在终于愿意出来透透气 心情如何 到底怎么样跟老公相处 她说 心汉知识就是 一直在他宫边 然后偶尔就跟他拍拍背 哎 怎么讲的好一发 好像你弹出来那样子 我说的拍背不是那种拍 是免费性的拍背 免费性的拍 然后跟他说 I love you 什么让他知道 就是家人都很挺他这样 雷尔巴基建议卷 台北报